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就是Master在这个手脚上 它好像偏重于高路和大 反正印象中它是没有下过这个的 这个是绝对没有下过的 又低又小的它就不太喜欢 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最常见的这个无油脚 无油脚它是没有下过的 这三种下法它都是有所尝试 这盘棋是选择单关跳 单关跳的话对发展性来说明显是要好很多 当然它的弱点是这地方将来有一个B 对 有一个B宫 那么黑旗就挂角 黑旗这个挂角明显也是针对着白旗这个弱点所进行的 对 因为这地方如果不走 将来再被白旗连片的话 那白旗这个配置就局部来说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配合了 黑旗就是打破白旗的配合 然后把白旗的这个弱点给它放大 就是瞄着以后这个B 对吗 就是比较有针对性的一个下法 所以孟太林肯定是他对Master其实看了不少 然后跟他下的 对 而且孟太林的往旗应该是非常厉害的 快旗很厉害是吧 对 往旗很 对 20秒的独秒就下的很多 这步骑就感觉上非常自由的一手 是吧 正常的话我们不会拆这么大对吗 对 正常拆在这应该是正常分寸嘛 因为我们拆边尽量保持这两颗旗子的联系 这两颗子现在这个联络是比较安全的 他拆在这就感觉上 正常职业其实我很少会往这想 也就是说Master其实不在布局 他会崇尚于一个大步调 对 他的速度高效率 而且他确实也给职业旗手 启迹了很多 比较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 但这种旗下的确实是 比较的奔放和自由一些 奔放自由来形容他的开局 对 尖顶 尖顶的话 这个旗会不会让他觉得立二拆四还好 对 尖顶的话不知道便宜不便宜 有点给他凑形是吧 对 正常感觉的话 如果拆边黑旗打入应该会是第一感 打入 既然白旗拆的比较大 我们要抓住他的弱点 他的联络上是有缺陷的 但打入的话 白旗也有可能会逼这个 我觉得白旗拆在这 他主要是瞄着这个 然后把黑旗这个大飞手脚的弱点给他放大了 因为这个脚上明显是比较空虚的 这是大飞手脚的一个缺陷 那白旗逼到这之后呢 就把这个脚上的问题 黑旗的紫效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而白旗这个气息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这他可能是觉得这样会好一点 因为他如果拆小的话 黑旗下一手当然的会走在这 他感觉黑旗这个配合不错 这个拆三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拆在这 如果说你拆二的话 那就相对来说要窄一些小一点了 效率没有拆三那么的充分 你如果打入的话呢 我就逼过来 这可能是白旗的一个想法 所以孟太林可能他是觉得 还是想在这边走起 所以他还是顶了一个 孟太林是选择了这个肩顶 对他这下的比较的实战 也比较实惠一些 然后他这个应该是他的配套招法 对他肩顶的时候肯定就是想好的 他的整个布局的思路啊 包括这个刮完也是往二路飞 我觉得他的这盘旗的战略 就是要多捞实地 这是他之前制定的一个战略 对可能也是 多捞实地 对 然后Master直接碰在这 这部碰好像 Master我印象当中 至少是下过两盘 还有一盘往棋也是往这下的 确实很有意思的一手棋啊 这部碰 因为普通我们通常的认知 好像对这脚上将来要占点便宜 拖三三是比较常见的 正常的招法 正常的一个下法 捞点便宜 它这部碰确实是 又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研究的一个招法 很有意思 应该说实战效果看也不错 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实战是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 实战是搬这个 对这个碰一般两种下法 一种搬这一种搬这个 因为如果是长或者退的话 显得偏软 白棋肯定就是便宜嘛 因为这个靠本 就是在试硬手 如果搬这个的话 白棋长一手 黑棋长 白棋这地方一加 这个是比较舒服的 这个黑棋的子力位置偏低 感觉白棋是明显是有所得 所以实战还是选择这个搬 这个搬应该也是举步最佳的一个硬手 然后白棋搬下 对白棋搬下 然后黑棋是从这边打 胡打应该是好行 然后打完一粒 对打完一粒 然后白棋盖到这里 盖住 应该说如果说这地方 白棋能够把黑棋完整的封住的话 那白棋这整个招法应该是还是便宜了 很好的达到了一个整形的目的 就是感觉很简洁 对 因为最好经过这手棋便宜之后 我这个能把黑棋盖住形成一道后市的话 如果说黑棋在这地方没有反击 或者说分断白棋的手段的话 那白棋这地方肯定是便宜多 因为本来白棋这地方力要拆四 显得有点薄嘛 本来就要补 它现在利用把黑棋盖住的方式 比较高效地把自己下厚了 这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整形的方法 当然黑棋还是要在这想办法 然后黑棋是这样把它挖出 对 这个是一定要有点手段才行的 然后白棋好像他没有管这边 他直接断到脚里去了 因为这是个先手 先手 他要先交换一下 好棋啊 这是一个 因为这种棋感觉上 Master给我们的感觉 他现在不光是大局上判断很清楚 很强 小地方也现在非常的细腻 细节上也是 细节上也很好 也是非常的到位是吧 应该叫 这是一个次序 肯定是将来走就走不到了 踢下来 然后断 黑棋肯定是还是要揪住 白棋跟白棋这地方制造一些麻烦 嗯 然后白棋长 对 白棋长起来 那黑棋就是把白棋这个断点揪住之后呢 就开始调起了战斗 对 这地方还是比较复杂的 嗯 黑棋拐 拐过 对 白棋点 黑棋喉 黑棋喉了一下 嗯 白棋压棋 对 这是棋形 挡住 然后白棋扳 黑棋长 这看起来白棋形状还有点局促 对 因为这个白棋还得走一手 如果不走的话 这地方黑棋一断 白棋是受不了的 对 所以白棋基本上下了之后 白棋冲了一下 冲完然后粘回来 粘回来 对 这是一手棋 非常大的一手棋 白棋一手棋把自己走干净了 嗯 就活了 嗯 这个定型应该说 我感觉啊 下成这样 很难说谁好 应该还是一个两分的局面 两分对吧 对 我觉得黑棋也并不差 嗯 因为这地方 但是现在目前黑棋 这地方白棋倒是不怕 黑棋如果飞的话 白棋就拖过还是很安全的 哦 这能拖过吗 嗯 这肯定是没问题 这是能拖过的是吧 对 你帮 你帮我肯定是要断 断 然后打 我家好像也行 断也行 反正是这个是没问题的 黑棋打 白棋就打完粘上嘛 对 外边黑棋就缝不住了 对 所以白棋拖过 黑棋只能长 然后白棋爬回 由于这两个打车是先手 局部白棋基本上就已经活了 嗯 所以说白棋这个地方 看似它拆的大 对 但是其实没有危险 对 其实就是黑棋现在到底 该局部的手法 应该是走在哪里 感觉到还是有一点困惑的 我这棋到底是飞在这 还是打在这 甚至于飞在这 局部的选点在哪里 这个这么大 看上去有毛病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攻 对 就目前来说 黑棋无论怎么走 白棋活肯定是没问题的 嗯 所以黑棋可能也是考虑 暂时就先保留一下变化 看看外面的情况 再来决定局部的一些手段 但是我觉得像这样 嗯 就局部来说 这棋还是很难说的 局部来说 应该说还是两分 对吧 黑棋这局部 好像走在这 我觉得应该是 感觉还不错 嗯 将来啊 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你这个不能分断我嘛 你分断我的话 我在一小间 这个就 白棋就被分断了 嗯 所以白棋大概只有跳出去 黑棋这扳过 这也是一种比较 实战的一个下法 很实惠啊 捞点空 那很大 这脚 连脚带边全给掏啊 然后把白棋的根搜掉 对 这也是一种下法 所以它现在可能暂时 是先保留着 对 可以先保留 实战的一棋 逼到这里 逼到这时 它早就 逼到变化 早就瞄好的一个 对 也是它这边布局的时候 所要想好的 然后 白棋下到这 嗯 这个感觉上 体现出 Master大局性的一个 是吧 一个套路啊 这边 Master就喜欢这种尖冲 类似于尖冲的 因为我们会发现 它是抓住了 这手棋的弱点 尤其有其在一间车 我们会看到 黑棋下方的子力啊 整体都偏低 嗯 整个棋就有点太扁了 嗯 这也是现在三路的 应该是一个缺点吧 三路的棋总是会 对 比较低 但是三路的棋相对 它对时空的掌控性 要更好嘛 对 但是从这部机 我们又看到 Master很灵活啊 他也要实力 对 他这棋 正常我们感觉应该是 黑棋管了我就长呗 是 这是正常的棋手第一杆嘛 但这个时候 他回头往这一间 确实能够看出这两手棋啊 白棋的速度比较的快一些 嗯 黑棋好像有一种 跟着白棋在走的一种感觉 确实Master在这方面 嗯 在这局部处理的非常的好 所以速度快 是Master的棋风 一大棋风 嗯 清楚 非常的清楚 其实主要还是源自于 非常精确的一个形式判断 嗯 嗯 你这靠完一虎 这是非常实战的一个下法 打吃 对 这不尖可能是小有问题啊 这棋有可能还是应该把这下打掉 嗯 还是应该打掉再剪 会便宜的 嗯 实战是剪在这儿 然后白棋 当然这个也可能是因为快棋的原因 这部棋是 这盘棋我觉得是一个亮点吧 就Master这个大局 哦 这个 这是亮点 大局观 因为正常来说 因为这明显是一个冲断嘛 这脚肠马上就要被吃了 嗯 正常可能如果是 棋手的话可能会粘上 然后黑棋打吃 白棋粘上 嗯 会像这样 但这样的话 白棋基本上还得补一个 这样就落后手了 嗯 然后被黑棋抢到这个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白棋这是一道后势 黑棋也是个后势 谁能抢到这个中心点的这个拆 这明显是一个天王山级的一个打场 嗯 所以说 它在这地方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判断 宁愿放弃一些实地上的得势 也要争先手 所以说这部棋 嗯 是本 本局的一个亮点是吧 对 是体现出MAS 它有一个精确的形式判断 这个确实是 职业棋手 是人类无法 目前来说是无法企及的一个 那么精确的一个判断 无法达到的 嗯 对 它确实判断太强了 嗯 是 机器的判断 它是基于大数据 这点人类还是 这个目前确实 有点追不上 目前确实这方面是做不到 对 嗯 冲断 冲断 对 因为局部我们会发现 黑棋冲断收获还是比较大的嘛 嗯 脚上吃的还是很舒服 但这个时候啊 白棋沾上 对 沾上 黑棋拐 黑棋入 黑棋是拐的外边 是 如果拐里边就落后手了 嗯 它实战拐也是为了抢抢一个先手 为了抢先手 对 但这个抢先手还是比较损的 它断 是吗 对 因为白棋可以打这个 黑棋打中了 打完一扒 嗯 对 你还得回来 让白棋打持 这样是真的一个先手 但这地方白棋变得厚很多 嗯 当然孟太林可能是觉得 这地方的针子将来可能还有影针 因为眼界的地方有一个刺 嗯 如果说白棋要补的话 这地方将来一冲完 整块棋都变得不活了 这可能是他的一个后续手段 嗯 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变化 我们还是 有了一个 对 这总是牵一手 嗯 这边 我感觉棋局进行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进入到Master的一个节奏 已经进入他的节奏了 是不是一直都在他的节奏里 对 他永远不会被人类带着他的节奏走 对 他其实主要是还基于这个胜率的判断 但就像这样 明显到感觉 实控黑棋是好一些 但是好的并不多 而白棋确实是太厚了 然后这个脚上现在是什么棋 这个局部是比拼计算了 这个黑棋应该是下的有点问题 计算上有一些细节的问题是吧 当然这也是快棋 实在没办法 因为人类说实话 下20秒 那个30秒的 独秒的棋 很难在这么短时间做出一个非常精准的判断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脚步的话 到现在 丁老师 你觉得这个空是不是被白棋掏的还是挺厉害的 像是这样 基本上属于黑棋 只要对白棋这块棋没有什么手段 吃不掉的话 黑棋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是吧 因为我们可以回看一下 当时被白棋点三三的时候 本来这个脚还是在黑棋的控制上 是的 而且这有尖顶有小飞 对啊 而且白棋现在一手棋之后 黑棋的脚上实地全没了 白棋围了脚上已经长了十几目 而黑棋的棋型 如果对白棋缺乏手段的话 我们会看到黑棋的棋型 其实是非常的烂的 这地方有三个断点 补一手棋都补不过来 对 那像是这样 感觉黑棋应该 白棋应该是往这跳一个吧 嗯 刺了一个 刺了一个 刺一个 我们看黑棋为了补断 这个棋型的效率 好难看 真的是很很差 对 我觉得像是这样 这盘棋 基本上黑棋已经非常的困难 已经大势已去了 对 这个完全是一个拼搏的姿态 这个可能是属于胜负手了 因为正常来下的话 黑棋时空也已经不够了 而且厚薄潜力 都是白棋占优 所以点三三的时候 这棋大概黑棋 可能啊 也只能立一个 或者说是一棋 就算了 因为实战这个斑 它确实是非常的狠的一手棋 但是 MASTA的这个反击 确实下得 比较强硬 也很强硬 下得也很漂亮 嗯 因为黑棋 这几手棋效率是很低的 在二路爬了三个 嗯 而白棋这头现在出来了 整块棋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黑棋的紫效 下成这样肯定是不太新的 嗯 所以说那到现在 我们这盘棋的精华就已经进了吗 嗯 后面是在挣扎了是吗 对 后面其实我们就是一种欣赏 MASTA这个控制局面能力的一个表演 已经跟胜负无关了 对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哦 好 那基本上从这首棋开始的话 孟太林 他已经进入了一个挣扎的阶段 角局 角局 那现在我们其实才一百手 应该说这个棋就已经不行了 黑棋要控也没控 要形状要后视也没有 对 对吧 对 黑棋主要是可能右上方的这个战役啊 这个亏的太多了 但是之前其实黑棋已经是落入了一个下风 嗯 之前落入下风 然后这个脚步一下子就亏的这么多 对 可能就是因为抢了这个斑 对吧 这个斑稍微有点过分 被白棋 一下就抓住了这个失误 对 好 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们后面的就是 呃 他挣扎那段呢 我们也不给观众继续摆了 嗯 好 我们这期节目到现在结束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 再见